蜘蛛 鄭Sir,你知不喜歡打寶齡和彈鋼琴? 這兩件事我也有興趣 如果要睜著眼睛去參加寶齡球比賽 還要取得金牌,你有信心嗎? 那真的有點難度 我們一定要看看以下下來這兩位視像同學 如何克服困難面對一個朦朧的世界 他叫張開榮,是我的兒子 他打保齡球打了大約四年半 進了港隊一年多些 很喜歡打保齡球 沒試過見過去,現在這麼專心一種運動 我讓你看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有甚麼在 海榮的情況就是,可能一個正常人的視力 只有一成多 宣傳單張最重要是吸引人的注意 平時上課要用望遠鏡,坐在課室的前排,還要用望遠鏡才能看見黑板 高貨,這樣吧 要這樣吧,屋前吧 海榮是從深光過來的 深光學校也是一個視像人士的學校 大家的情況都是相約 大家都是視像學生 所以他們的包容性會大些 但始終來到這裡,很多同學可能第一次接觸 甚至未接觸過視像學生 他們不知道海榮的需要是甚麼 可能有時看不到,同學會不知道 他們之間就會多了一些摩擦 我講的例子 例如擦板,有時他擦不到的字 可能他想問同學 但同學就說,那麼大隻,你看不到甚麼 一聲 我怕在課室裡使用的時候會比較尷尬 別人不知道你這樣做甚麼 考試比較差 做不完 睡完 加長時間可以令我們不會做不完 休成楠,她在讀4A8 她平時很溫和 從來不會發脾氣這件事 小時候幾個月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焗傷了,影響了腦部神經 醫生跟媽媽說 左眼有三成 但右眼差不多 完全看不到 很多醫生都說 我如果早就做過 就做到 現在不能做 即是不能救 因為不是眼有色 是腦部神經損壞了 所以就不能救了 對 今天繼續驗字 看看照片 都不知道是否認識 看看是否認識 今年第三年 跟藍藍 本身藍藍是看點字 不懂得看中文字 但如果將來出來社會 面對日常生活看到的東西 他就要學中文字 喜歡彈琴 有不同層次 聲音 要學琴 首先要熟讀琴譜 1、2、3點就是食指 Abraham 可以聚焦 男生會去家 會擔心盡測失路 擔心他會看得不清楚 撞路與其他人 反而不能擔心 全扯下去 有甚麼不同 就是了 為何經常做來做來做做不到 因為他們是視障 我們會換另一套方法去教他們打 一個球道分開五份 教他們去約莫的位置 在打保齡球之前 脾氣大 像少爺仔一樣 只會遷就他 他不會想能力的感受 或者我們以前 小時候太仲去 即是說 錢賺最小 他喜歡甚麼都盡量滿足他 現在打保齡球 就知道打得好就會成功 打得不好就會失敗 這是在選拔 接下來亞運開始的 代表 將一些有成績的感 出來去打球 這個是可以拿亞運的入場券 當然想 但是做得到 都要做到更加好 要求速度不高 將來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好 媽媽很想聽到我彈琴 有時她在旁邊聽 可能不做 很流淚 原來我女兒 都懂得彈琴給媽媽聽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